在台湾武术界,郑曼清可谓是个无人不识的名字 他将阳城府传下来的太极拳架 在行经简程37时,创立了郑子太极拳 成就近代太极拳的右翼流派 而在拳术以外,他一精通诗、书、画、诣 和共五种记忆,顾被号为五绝老人 郑曼清,1902到1975,本名正月 自曼清,浙江勇家人,年幼时跟从母亲研习诗书 后来因重病而学习国画 起初只是想借此逃至性情,调理身心 即至14岁时才正式随时学艺 友善公笔画中的双钩法 其后,他又在当地的诗人名士引戒下 去到杭州,与陈魅首、麻衣服等国学名家 交流诗话心得,其国学修为渐渐为人熟知 18岁那年,郑曼清转抵北京 因常常在报章上跟罗富刊 1872到1955等名人互换诗作 因而被北京育民大学评为诗学老师 24岁时,他则接受了蔡元培邀请 在国立济南大学任教 同时兼任上海美术团门学校的国画系主任 虽然年轻的郑曼清已经多才多艺 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 反是进一步将秩序延伸至其他方向 他在职校国画期间 认识了安徽名医宋又安 立即拜其为师 团习复科、骨科等病 而在医术上的修为则在无意间 让他接触到了 人生中的另一门决议 太极拳 1929年 27岁的郑曼清正身处上海 当时杨师太极拳第三代 宗师杨成甫的太太 罹患重疾 很多医师都束手无策 而郑曼清 却以自己的方法将他治好了 杨成甫有时感激 便受他太极拳法 以作报答 历经多年锻炼 郑曼清将原本的杨氏太极拳套路 精简成三七式 即后来被人所熟知的 郑子太极拳 郑子太极拳除了结构较为简单外 其核心在于松 陈二字 激起者行拳时 必须保持身心放松 同时让内息能够下沉至丹田 以及脚底涌拳 郑曼清本人便多次引述 师傅杨成甫之言 指出太极拳的要指及难处 就在于能否真正做到放松 没有放松才可以将力量打得透彻 在搏击时将敌人发放出去 1934年 郑曼清获为认为中央军校的太极拳导师 而后他又担任了湖南省政府资议 兼任省国术馆馆长 并在38岁时转抵重庆 任教于中央训练团 据闻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馆设宴招待来宾 做上课之一的郑曼清 被邀请吉祥示范拳术 后来英军访问团的成员 更主动要求跟他比试 结果郑曼清评几下巧劲 就轻易地将对击倒 之后在另一场美军联欢会上 郑曼清又在表演了类似的拳技 令郑子太极拳的名声更上一层楼 1949年 郑曼清跟随国民政府迁居台湾 并在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例如 他便与余佑任 陈寒光等名流合组师社 又与高一鸿 马硕华等有酬组中华民国化学会 并获选为国化委员会主任 至于在武术方面 他在台湾创办了时中太极拳社 致力推广郑子太极拳的技法 63岁那年 他更愿赴美国奖学 并在当地成立了数个太极拳研究社 而他的部分太极拳团者 亦率先以英文版发行 致使郑子太极拳的影响力 可谓遍及全球 弟子足有数十万计 1975年郑曼清因病逝世 中年73岁 有关郑曼清去世的奇异之处 是真的病逝 还是语化灯真 人们不得而知 据介绍1975年3月26日 郑曼清夫妇返台 弟子们设晚宴洗尘 当晚 郑曼清心情很好 与弟子一一畅饮 但仍控制在平日的酒量之内 弟子们送他夫妇 回落脚处时 一过午夜 郑曼清说 他要调戏一下 自此而后 婚睡63小时 无任何千兆 自然而然 归入道山 我们希望如此 且原来如此吧 由于他生前 在诗 书 画 一 全皆有极高造诣 故又被人誉为武绝老人 他的高徒 如台湾的居红斌老师 也继承了齐一波 期待政治太极拳 得以既往开来 发扬光大 造福国民 流放后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